夏天的温度是真的吓人的,真的恨不得一丝不挂,多一点都觉得透不过气来。 F君今天就要教大家怎么穿,能够清凉一下的同时时髦非凡,练下一足千万别走开,花几分钟看一看吧。 褶皱上衣 褶皱上衣,特殊的纹理,是紧身款式的,但是少女干真的额很强的一件单品,看上面两套就知道了,木耳边的肩带或者蝴蝶结的肩带,谁看了不说少女。 Milk Made,即乃女工服大方脸和宫廷袖的结合,复古不用说,也是短小又干练的款式,比较合适胸小的宝宝穿哦。 还有将这种设计融入连衣群中的,白色是所有宫廷封给或者复古单品最喜欢的颜色,很初恋也很顺眼,这条裙子可以容下C杯的宝贝穿,清纯和性感相结合。 胸部打结 胸部打结的上衣,就真的是勃勃的一片,相当于一个很少女款式外穿的Brow上衣了,左边这种衬衫打结就比较正式了。 但是奇怪的是吊带款式的胸前打结上衣,不会给大家觉得太暴露,性感,反而带着淡淡的少女感,很多度假品牌也做了分体式的的套装。 当然了,还有这种抹胸款式,这种款式就比较性感了,而且真的很清凉,用它搭配高腰的单品,你就是这条街腿最长的女孩子。 平胸宝宝比较适合的单品。 吊带 吊带衫我一定要安利给大家的单品,白菜价的时髦好物,我建议人手一件,穿着睡也很轻松的一件单品呢。 今年夏季F军推荐品口的吊带背心,更加优雅。 吊带背心加牛仔短裙加马丁靴,这一套搭配电视是真的时髦,Kita Sexy的完美融合。 如果大家嫌弃夏天穿虚色炎热,换成凉鞋也完全可。